嗨 阿翰 哈囉 請問妳們是來自哪裡 台灣 跟我一樣 不是 我是來自越南 1 2 3 4 5 1 英文 網紅曾文翰的臉書粉專 阿翰PO影片 卖弄一鏡到底的狂演技 席捲了近60萬人 追蹤關注 台北藝術大學動畫系畢業的他 日前應全新動畫 可可葉總會之邀 出訪位在舊金山的皮克斯片場 除了一虧堂奧 還遇見了台灣之光喔 大家好我是許文晴 我是皮克斯的燈光師 我是Aaron 我是特效師 其實我們皮克斯呢 平常是很注重員工 生活還有工作的一個平衡喔 所以我們Campus上 有很多很有趣的娛樂設施 很有趣的娛樂設施 在我身後的是我們的游泳池 游泳池 這是我們的籃球場 籃球 歡樂的背後 可是要吃點苦的 文前畢業於與動畫 豐馬牛不相及的 東海大學社工系 大三生大四暑假 在醫院實習 陪癌症病童看玩具總動員 改寫了他的人生 在那兩個小時之內 播放電影的時候 他們就會忘記病痛 給大家有一些 很正面的影響這樣子 我從小也沒有學過畫畫 然後當我跟家人 提出這樣的意見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覺得 我蠻瘋狂的 說實在 就說突然要轉行 然後想要來念 藝術相關的 可是呢 我就 就是從早上就去補習啊 補3D軟體啊 下午去畫室啊這樣 我覺得爸媽看到我 從早上7點到晚上10點 都一直專注在這個事情上面 所以我覺得堅持 然後用你的熱誠 說服你的爸媽 我小時候是很喜歡畫畫 但是也是一樣 爸媽說 哦 總 不要理經盤道 對 No music No music 畢竟動畫 需要兩種人才 一方面是藝術人才 一方面是技術人才 我是念資訊的 電腦圖學啊 計算機圖學 動畫這個領域 所以我等於是走了一圈 然後又回到 回到我自己的興趣來了 嗯 聽得阿翰是津津有味 也很感興趣的樣子 那假設英文超爛的話 也可以進來嗎 是有多爛 錄音工作室啊這個 Record 英文好爛 如果你有實力的話 真的英文能力不是那麼重要 看你做 寄來作品集好不好 像我們副門有一個同事 他是西班牙人 嗯 就從那個西班牙來的 然後他那時候來的時候 一句英文都不會講 而且他interview的時候 聽說還有翻譯 Yeah 那我有機會了 影創中心就金山報導 哇 像世界爭片 你旅居海外 行腳各地 用影像說故事 講道理 寫日記 你最自豪的Vlog 在每日近三千萬 瀏覽人次的蘋果網站投放 報酬由我助盡獎勵 作品請記影創中心